第1章的第2節 第2節要講生物是怎麼起源的 好 生物是怎麼起源的 好啦 那我們先做個前言 最早地球上的生命是怎麼來的 有幾個想法啦 第一個想法是 地球在誕生的時候生物就存在了 只是早期地球不適合生物伸張 所以這些生物都沒有活到現在 早期地球就已經有生物了 但是沒有辦法活下來 這是一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呢 現在地球上的生物 可能是來自於其他星球 只是來了之後發現 地球的環境好極端喔 因為早期地球也沒有氧 也沒有臭氧層 射線雷電地熱 所以不易生存 所以現在的科學家比較相信是 早期地球不適合生物生長 但是早期地球那個環境 有機會讓生物自然發生 有沒有覺得自然發生這四個字很眼熟 自然發生論不就是無生源論喔 由非生物變成生物 好 那這個理論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雖然現在的科學家說 生物不會無中生有 不可能是無生源論 但是最早的生物很可能是無生源論 也就是自然發生來的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節就要討論 超級的地球 它如何產生生物 目前有哪些假說 這個假說主要就叫有機演化這個假說 都能夠繁護 那一整個嗎 這麼眼 tongue 真的耶 警媒 後 帶動 協助 精神